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爱度妹的家人 大家好 我觉得你们不够热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为上来会有尖叫声 然后我有点人来风 就是如果大家的热情度够 等一下我分享的会更用力 为什么 大家都有带伙伴来吗 那想要让伙伴听到之后 马上觉得爱多美国一定要成功吗 要 那就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 大家好 谢谢 非常感谢这位伙伴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开始爱多美的 对我来说呢 爱多美是我的生活 我一开始接触爱多美的时候 我记得在2014年公司刚开幕的时候 我上海介绍我说 我是爱多美专业的消费者 所以那个时候呢 爱多美是我的生活 可是呢 现在呢 我的生活是爱多美 然后呢 爱多美给我带来非常好的生活 同时也均衡了我的生活 所以在一开始我怎么做到的就是 我透过很多前辈的教导 包含跟随着我的上线 一直努力的做一件事 那就是学习 因为我觉得当我能力还不够的时候 我唯有静下心来学习 我才会去找到成功的方法 所以呢 我就紧追着我的上线不放 拉着他陪我去分享我的所有伙伴 跟着他进入成功系统 所以我也跟随他的脚步进入领袖俱乐部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开 开始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开始爱多美事业 那相信大家在接触爱多美的事业之前 都有一份自己的职业是吗 那比如说是上班族 比如说是做生意的 然后我也不例外 我在接触爱多美之前呢 我是一位经营传销 不是传销 经营保险二十几年的一位保险的行销人员 那说真的在爱多美听到非常多的一些成功者的分享 很多呢都是经营过非常多的直销的过程 然后呢都是穷困潦倒 然后呢最后在爱多美翻身的例子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在加入爱多美之前呢 我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上班族 就是呢我很讨厌直销 相信在座的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因为我在直销呢受过太多的伤害 我的伤害不是去经营人受到的伤害 是因为捧场得到的伤害 就是我在一位传销的朋友身上 大概花不下二十万的金额 那我觉得他每次来找我就换一家 每次来找我就换一家 然后呢大概一家都维持不了三个月 所以这个这么久的过程 大概我接触到的 从他身上跟我分享的 无下二十家的直销公司 那可能包含大家有些都没有听过 有人听过唱歌的直销吗 没有吧对不对 我就跟你们说你们一定没听过 就是有一个机器 他是拿来唱歌的 那个也是直销 然后我也买了 就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 因为我觉得做保险已经一直 一次一件非常让人家害怕的事情 就是只要拿名片出来会吓到两种人 就是两种人会吓到朋友 第一种就是拿做保险的名片 第二种就是拿直销的名片 是不是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觉得啦 因为我做保险要考很多的专业的政兆 就是我刚开始要做保险 我就必须要考一个受险的政兆 然后呢这样经过了几年 那时候一张受险的政兆 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我还要再考什么 外币的政兆 还要再考投资型的政兆 还要再考年金的政兆 还要再考残险的政兆 所以我身上有没有很多的政兆 对所以我也是私自备的 对不对 只不过我还是做保险的业务员 可是呢我没有其他的功能呢 讲真的我除了呢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好处就是 很有亲和力 因为我很喜欢笑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认识我的朋友都觉得 哇保险好有亲和力哦 总是整天笑嘻嘻的 所以呢我觉得 除了会笑之外呢 我还可以跟人家聊几句话 所以呢我除了可以透过嘴巴吃饭的行业 不是吃饭 每一个人都是透过嘴巴吃饭 我讲的意思是说 有收入这件事 除了靠嘴去分享之外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其他的计量了 就是除了这一个计量之外 没有别的计量 因为第一个 跟各位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件我的秘密 大家不要说出去 因为啊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 我在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结婚了 太漂亮了 因为太漂亮了 对不对 不是 绝对不是因为太漂亮了 我跟各位讲 你知道有两种人会早结婚 第一种就是长得很抱歉的 第一种就是长得很漂亮的 那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是还蛮抱歉的 就是我怕以后没人要 所以刚好有人要我就想早一点假好了 要不然万一这样出去就麻烦了 所以就吵吵就结婚了 但是因为结婚这件事呢 就影响了我的一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高中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所以不要跟人家说 这样会伤害到我的形象 然后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有气 谢谢 但是啊 其实啊 保险二十年代给我人生很多的充足 说真的 现在如果说你会做主 你在保险会做组织行销 相信你也赚到很多钱 可是呢 我是一个不爱带组织的人 因为带保险的组织太累了呢 为什么 你要辅导到一个新加入的伙伴 他会收收到一张保单 到他晋升到一个主管的位阶 你必须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你才可以达成 所以呢 在十年之前 在做保险的十年之前 我有试过这件事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 然后呢 我就跟我的主管说 我决定一辈子跟随你 只做业务员就好 因为太累了 所以呢 那时候呢 我保险的收入大概一百二到一百五 大家觉得这样的收入好不好 还不错吧 就是因为我常常在跟我很多同事讲 因为保险很多人业绩很好 但是都昙花一现 可是呢 我都跟他们讲 我都跟我的主管说 我是不是在比好的 我是在动故 所以我撑的比人家久 所以我可以做二十几年 可是老实说啊 压力大不大 压力真的非常大 因为只要一到近三月份 然后你每天要进办公室之前 你就会开始挣扎 我今天要不要进去 如果你有业绩 你会不会很开心进去 如果你没有业绩 你会不会犹豫 因为你进去要面对什么 因为你进去要面对什么 人家会说 啊 那个中修奖报十七 高江山报二十七 然后呢 还有谁有 还有谁有 没有了 然后这时候呢 压力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呢 每一次到近三月 我就很大的压力 就会让我睡不着觉 可是有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其他办法 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可能会这样 带着这个压力怎么样 过一辈子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记点 刚刚说过了嘛 一我不会电脑 第二个我不会文书 第三个我不会会计 再来叫我去洗碗 我是这样子像洗碗的吗 对就不像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去做那个工作 所以呢 没办法好 硬着头皮 保险继续干吧 就这样呢 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有人呢 跟我们彪哥 还有我 推荐了艾多美这个事业 可是呢 他在推荐的时候 有没有讲清楚 是什么事业 没有 并没有 因为他说 有一间很厉害的公司 然后呢 听说牙膏牙刷非常厉害 然后呢 都会不用钱 也不用重销 然后呢 一年只要维持 消费一次就维持资格 然后其实当时我是抱着什么心态 同场 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是同场进来的是吗 我也是 为什么 因为我拒绝过太多次了 每一次拒绝的原因就是因为要重销嘛 那这次有没有理由拒绝了 没有理由拒绝 然后也卖个面子嘛 然后就同场加入了 加入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就是 因为我的第一个伙伴就是一个韩国人 那他帮我们带了非常多的保养品回来让我们试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白货公司的中年庆到了 我想说既然加入了 听说这么厉害那就来用一下好了 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要省钱啊 不是很多人都爱花钱是吗 如果有机会让你用到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大家愿意吗 当然是愿意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使用了爱多美的产品 结果呢发生了副作用 那这个副作用在很多人身上都有发生了 都有发生了 然后呢这个副作用就是 我每次出去拜访客户呢 客户就会跟我说 啊你最近去做雷射吗 还是去拿玻璃酸 还是去拿美白症 我说都没有 就是换了一组保养品 然后这组保养品呢很便宜很好用 就这样呢不小心推荐了很多人出来 很多人跟着我一起使用爱多美的产品 结果呢副作用就是 他让我的皮肤变漂亮了 所以接下来我就非常的有信心 可是这时候呢 秉持着呢我们 那时候做保险 我们公司有一句口号 可是我讲的大家不要讲哦 啊记得哦今天讲的出去都不要讲 就是我们常常讲一句承诺一生的朋友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朋友既然已经相信我了 我要不要对他负责 要所以呢我就特地到韩国去了解了这一间公司 同时呢去看了工厂 我就是要证实我的选择没有错 然后呢我要让我的朋友安心 所以我特别去了一趟韩国 去了解这一家公司 就一去不得了 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一次去呢 零下十几度 有没有很冷 非常的冷 然后呢台上讲的话 我根本听不懂 然后呢要做成功学员两天 有没有很痛苦 非常的痛苦 可是呢我完全没有累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现场很多跟我一样平凡的人 这么的认真 而且没有人离开 我开始好奇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有翻译的 可是呢那个翻译很投入的用心学习 然后每个每次的成功学院 最后一堂课是不是成功之路 成功之路不是成功之路 是那个均衡的生活 是董事长亲自讲的课程 那那一次也不例外 董事长是亲自授课 那结果呢 那时候没有在限时间的 董事长讲课没有在看时间的 所以呢他的课是八点开始说 七点多八点开始说 说到几点给各位猜一下 12点 快12点 夭壽 然后你知道吗 我的脚简直快断了 因为很冷 然后就是动到那个快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可是啊 那个翻译也非常静责 我后来不忍心责备他 因为啊 他 我们董事长讲课非常的幽默 对不对 所以他只要讲到好笑的地方呢 他就开始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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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笑完了 翻下一句 结果听到后面 董事长到底在讲什么好笑的 我通通不知道 所以我后来呢 我就决定透过影片来学习这些东西 可是回来之后我信心大增 我就一直期待的爱多美公司 就是什么时候要到台湾来 可是呢 就这样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就是 我加入的时候呢 是2012年 可是呢 等到2013年说3月要开幕 没有 6月要开幕 没有 9月要开幕 没有 到12月也没有开幕 结果是到什么时候开幕 2014年开幕 结果那时候 有没有一堆伙伴都不见了 对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可是那时候啊 我就觉得落地了 真好 终于让我等到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其他想法 我也没有觉得我的人生 可以透过爱多美 可以变得圆满 可以变得富裕 或者是让我骄傲 或者是让家里面的人骄傲 其实这些想法在那时候 通通完全是没有的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已经加入了 我已经使用了 我已经介绍很多人 跟我一起使用了 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 所以开始了我的爱多美试验 所以落地后的第一个月 我从韩国申请回来的奖金 有大概六万块左右 大家觉得好不好 好 好 我那时候开心死了 为什么 作为一个消费者 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可以让我在爱多美 消费一年 可能不到六万块 可以领六万块 这件事棒了吧 好 所以要不要给爱多美公司 一个乐乐挑战 可是我那时候还在做什么 还是在做保险 没错 开幕的第一年 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跟着公司 又去了一趟韩国做参访 那一次参访回来之后 我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就是我决定把保险的第一职业 变成第二职业 我决定把爱多美的第二职业 变成第一职业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的收入来到一个月七万块 那这个时候开幕台多久 开幕台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非常的笃定 我觉得我就是要认真开始经营爱多美 为什么 因为我要对很多的伙伴负责任 我想要带领着他们跟我一起 这样轻松的分享爱多美 然后可以在爱多美得到成就 结果这个决定做了之后的第二年 我的收入多了一倍 等一下你们记得要主动拍手 这样那我知道你们没有睡着 然后我会更迈一件 好结果呢 这样子的过了一年 我的收入多了一倍之后呢 又过了大概半年多左右 我晋升到 有没有应该是先晋升钻石大师 钻石大师之后呢 大概又一年我晋升到玫瑰大师 晋升玫瑰大师一年之后 一年多之后我进入领袖俱乐部 我得到我梦想中的第一只白鸟 然后呢我接下来还会继续继续的一直追寻第二只 第三只因为还有更大只的 对不对 越大只越不好抓对不对 所以呢要不要更努力 要 因为大只的很容易滑手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更用力来抓它 好所以爱多美的事业对我来说呢 一开始我是不是因为喜欢 对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产品 所以呢第二个阶段 我试着去了解了爱多美这间公司 还有它的产品 到最后它竟然成为我一个无心插流的事业 所以呢等一下我会用很多的相片 来写我爱多美的故事 让更多人来看到我整个经营爱多美 这几年的一些变化 所以呢我去了解了公司 了解哪一个部分呢 第一个文化跟理念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直销公司 在我认为不信任的原因 第一个是不是刚开始强迫消费这件事 再来可能你赚到钱之后 一年两年公司就不见了 是吗 所以我觉得传销不是不好 是因为很多人被公司骗了 因为你没有找到好的领导者 所以你不断的再重来 你赚到钱你可能是运气好 可能赚到钱了 可能不到一年两年三年 公司又不见了 所以这件事应该让很多人受伤 包括我自己都不例外 因为我中间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有带领 跟朋友合伙了一家公司 那有带领了一台机器 那这台机器呢 因为中间有经过公司转型 可是转型的过程 它转哪一种型你知道吗 它竟然转直销 可是呢我们被逼着做直销 做了一年好不容易 所以同步发展了 可是公司固然就倒闭了 结果我们努力几年的心血 包含之前做贸易的 做只有做代理的阶段的心血 全部就是归零 所以这件事 是让我第二个讨厌 转直销的一个理由 但是我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董事长用善跟爱 在经营这一家公司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也看到董事长 在做的一件事情 包含它要做超一流的流通事业 所以呢 很多的传销公司 一直要跟爱多美竞争 可是我觉得很好笑 是因为爱多美根本没有要跟你竞争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爱多美竞争 因为爱多美要竞争的对象是什么 是大卖场 是网路购物 是电视购物 是这些的行业 是众多的一个造元商机的一个消费市场 并不是传直销的市场 所以呢 我们透过董事长 严格的对商品的把关 拥有绝对优老品质 还有绝对低廉价格的产品 我们让爱多美可以让每一个消费者 使用的放心 使用的安心 再来呢 那我最喜欢爱多美的一点是因为 董事长一直在落实社会公益这件事 像在爱多美落地的第一年 高雄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件 就是高雄气坝 那我就是在重灾区 我在光华路跟一行路 我的住家在那边 结果呢 第二天董事长就捐了50万 那我觉得这件事让我发现一件公司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 落地赚到钱了吗 来三个月根本还没赚到钱 马上做出奉献 所以这件事让我非常的感动 再来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就是把所有的好商品在全世界流通 那这件事我们在台湾应该觉得非常幸福 就是大家去年有知道 爱多美得到一个金商奖是吗 台湾幽怜商人呢 要怎么做到 要进出口3500万美金才可以达到 可是爱多美是一家韩国公司 他竟能做到 所以这件事让我觉得 我们有没有帮助到整个台湾 很多很多的弱势的厂商 是有的 所以包含又再把我们的产品 又带到国外去 让他们帮助他们的生产跟发展 这件事我觉得 董事长做的是大爱 他已经在做灵魂的层次了 已经不是只是在做一个生意了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一个企业家 要来他在实现一个均衡的原则 他要让所有的消费者 只要你愿意使用 同时愿意分享爱多美的优质产品 你可以在这边得到财富 同时你的财富还可以继承三代 让你的三代子孙永远享用不完 所以就包含以上这几点 值不值得全新投入爱多美 值得 让我们再给公司一个热烈的表现 好 那我们就来谈一下 爱多美是消费联盟 我们在做一个消费的事业 所以爱多美提供给我们 优质的商品 他给我们的高品质跟低价位的 日常生活用品 除了让我们在这边消费之外 透过消费还可以累积到红利 同时呢 让所有的会员 做一个无本创业的精神 大家知道现在 有免费经济这个概念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爱多美 让你50块加入 同时让你可以做生意 是不是无本创业 是免费经济 对 所以呢我们只要把商品的感动 去做分享就可以从事这个事业 再来呢复制你的行动 就可以让你的收入倍增 而且可以帮助到很多人跟你一起来享受 爱多美这么棒的事业 那在经营保险之前呢 我其实一直在做保险 不是 又跳针了 我一直在做生意 然后我生意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宽 我从18岁就当老板娘了 有没有很早 我18岁就开了第一家的美法院 所以我在做保险之前 其实是一个觉得只有透过做生意 才可以让人家赚到钱 所以我一直在做生意 然后我做美法院之后呢 因为我自己不是师父 我必须要请师父 那很麻烦对不对 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我就嫁一个师父 然后就当老板娘了 这样有没有很聪明 所以我从年轻就非常的聪明 知道要干这种方便的事情 所以第一间的美法院开了之后 可是呢好景不长 因为我很年轻对不对 所以我先生有没有很年轻 对他也很年轻 所以他有面临到服兵役的问题 所以他要不要去当兵 结果呢 然后硬去真好 一抽就是三年 然后呢 所以美法院他也没有办法开 没办法开 就关门大吉 结果之后呢 我觉得没办法 还是要做生意 因为小孩子也有了 要不要养家婆婆 要嘛 所以我开始想说 带小孩可以做什么生意呢 这时候我就想到在家做生意 所以我开了第一家的槟囊店 可是我看起来像西施吗 像啊 不是 不像啊 我那时候真的不像 你用背个孩子能做西施吗 根本是没办法的 所以呢 可是槟囊确实让我赚到很多钱 你知道二十几年前 二三十年前 这样透露我年龄 我那时候年收入就百万了 有没有很厉害 有啊 真的 所以做了槟囊业之后呢 让我全家真的生活很好 就是我老公啊 连当兵啊 每天都是计程车来回 有没有很棒 对 所以我又帮他 帮他制造一个很好的生活 就是第一个可以常常拿钱去买架 因为他都会说 啊因为要回来看你跟孩子啊 所以要常常放假 然后就要常常买架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那个他退伍之后呢 面临到了我家里的一些 娘家的一些辩护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孝顺的女儿 可是因为太早结婚 所以我心中有很多的遗憾 然后那时候呢 爸爸生病了 所以呢 还太年轻所以很意气优势 就把槟囊店丢着不要了 就决定 我一定要回去当个孝顺的女儿 我一定要照顾爸爸 所以呢 我就跑回娘家去 就是要照顾爸爸 结果一到北部 因为爸爸那时候得的是钢来 我就觉得 没有夫婿可以去认识爱多美 然后呢 这一段尽量省略 然后呢 去了北部之后呢 我又想说 爸爸三个月之后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我觉得 还是要在生活啊 可是我又不愿意回到高雄了 然后呢 我就决定还是做生意 结果呢 槟囊赚钱啊 是吗 我又开了槟囊店 结果那个时候实际老师讲已经不对了 所以我第二件的槟囊给呢 是产配收场 就是没有赚到钱 可是那时候流行什么呢 流行电动玩具 结果我开了电动玩具店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喔 我以前一直觉得我适合八大行业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然后很喜欢跟人家开玩笑 然后我如果去当那个妈妈桑嘛 生意一定会很好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好的 就是有点残害幼苗跟伤听害理 所以我做不了 所以就没有去做 可是啊 电玩这个行业好不好 不好也是不好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压力让我不到半年 我就瘦掉了 因为我会觉得很害怕 因为你要去面对那些黑道白道 之类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良家妇女 根本没有去把 有办法应付这些事情 所以呢就跟朋友说 我还是决定放弃 因为没办法 后来呢 从小有一个很大的志向 那就是要开一间福士店 然后呢 妈妈那时候因为我 就这样毅然决然把高手抛下 回去中立 妈妈就帮我开了一家福士店 结果我开店 花了一百万的装饭 结果呢到最后呢 六个月我赔了三百万 二十几年前 所以我觉得做生意 是让人家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不再做生意 那我现在在比较这个呢 就是 我觉得我以前在做生意啊 会担心很多事 担心生意不好啊 担心没有客户 我还要一直守着那家店 可是我现在透过 爱多美的平台创业 我有没有很轻松 第一个 我现在团队建立起来了 第二个 我每个月有进展 第三个 我二十四小时三百六十五天 通通在营业 再来呢 我可以边旅游边工作 所以爱多美有没有很棒 非常的棒 然后 这边凤雀想要做生意的朋友啊 三思啊 三思啊 想一下你投入的钱 什么时候可以回收呢 这件事值得好好的思考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轻松经营爱多美的阶段呢 第一个就是体验 体验是大量的去体验爱多美商品 董事长有叫我们多多X嘛 是吗 就是用力X 多多X 你就会有得到经验 你就会可以跟人家去做分享 第二件事就是去了解公司的文化 还有制度还有产品 好如果今天有一个想要了解爱多美事业 然后跟你说 你跟我讲一下钱怎么来的 然后你跟他说 不好意思 等我约一下我的上线再来跟你说 这个时候也没有漏掉了 对 所以一定要学习自己至少会讲到自动性销售大师这个阶段 因为你要让你的想要认真经营的伙伴也要了解到钱到底从哪里过来的 那第二个阶段呢 你就是必须要把你得到产品的一些感动 去跟你的所有的朋友做分享 因为你自己体验过了 你在分享会不会很有力道 会很有力道的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的 就是很多人分享爱多美只在分享会员 不是在分享消费者 所以大家现在组织图打开 有没有非常多的一些挂龄的会员吗 有 为什么他们不用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你没有去做沟通 因为你的目标只是把他签成会员 所以你在签会员的同时 你觉得成交了对不对 他也觉得成交了 所以你们两个都没事了 然后经过一年他就变洪框了 有没有 这个会员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沟通会员 让他成为消费者 再让他从消费者沟通到什么 爱用者 再从爱用者沟通到经营者 这个是爱多美经营的一些阶段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复制你在做的所有动作 然后呢去让你的每一位伙伴 慢慢的晋升到销售大师的位阶 那这个就是我这几年 一直在爱多美努力的一些方式 我不断的透过体验 不断的透过分享 不断透过传承 再轻松的经营我的爱多美事业 所以希望所有的伙伴也可以透过 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方式 你们也可以去试试看 这样的方法适不适合各位 好谢谢 所以我觉得经营爱多美呢 重点不是在一个月要赚多少钱 是吗 很多人在追求的可能是收入 可是我在追求的是被动式的收入 我是在想说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靠什么东西来赚钱 第一个我能靠体力吗 我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老实讲 我觉得我在经营爱多美之前 我个人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 因为压力大 第二个不懂得保养 然后呢 我就觉得 然后再来我们家有非常重的 也遗传性的病史 那大家如果听到我们家遗传的东西 可能会很害怕 第一个呢 我爸爸那边呢 因为我爸爸呢 大家刚刚有听到 他是刚才过世的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呢 我们被卫生体育强制 全家做身体检查 为什么吗 因为我阿嬷生的孩子 全部死于肝癌 所以我们是高危险区 所以我对肝脏的保养这一块 我觉得我要特别的重视 那时候呢 我就被检查出慢性肝癌 所以我妈妈一直最担心的 就是我的身体状况 可是呢 我觉得在爱多美 透过日常的保养 也可以去改善到你身体的状况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使用你的产品 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因为那天呢 然后中心有一位讲师 他说每一 那位讲师叫 洛光抢玫瑰大师 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他 因为他说啊 每一个人一生一定要读的一本书 叫做健康养生学 然后我希望我们透过爱多美一些保养的方式 你一定要去把这些资讯呢 去如实地去跟你周焦的朋友分享 在他们身体还不是那么处于非常健康的状态 你要不要教会他们保养 要教他们日常保养 他如果皮肤不是那么漂亮 你教他把皮肤保养漂亮 是不是也是一件功德 是 所以我们要 现在在爱多美做的事情就是 去把你在学的东西 无私地去做分享 所以我想到十年之后呢 我不再靠自己的体力 或者是我要一天八个小时赚钱的时间 或者是我一个人在赚钱 可是我也没有资产 因为我就是所有的钱都被我投资生意 用完了 那我经营保险时期二十年当中 我觉得我唯一比较有成就感就是 因为我买到了房子 买到了车子 所以他可以让我坚持这么久的原因是在这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透过系统赚钱 所以我觉得爱多美帮我创造了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就是让我拥有持续性的收入 所以最棒的不是你可以赚多少钱是吗 最棒的是如果你不做了 还能继续赚钱这件事 那这件事我在爱多美见证到了 所以各位伙伴 你们一定要努力跟坚持 因为这边应该有五年前 四年前认识我的伙伴配局的时候 有没有 有 有三年前认识我的吗 这么少 看来我还要再努力一下 好 因为我这几年在爱多美帮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觉得我改变了非常多 第一个包含外在 那是大家看到的 可是我觉得我的内在也提升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靠不断的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赚到的 除了是自己的外表 健康还有财富 三件事 更棒的是什么呢 更棒的是家人对你的认同感 这一点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所以呢 董事长叫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平衡生活 可以实现所有的梦想这件事 然后呢我听到的 我看到董事长这么卖力的在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这么用心在想把他的里面 告诉所有的伙伴 然后一直用着他的生命在演讲的董事长 我一定要相信他 因为他就是要带给我们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在爱东美现在得到了一个多元的生活 因为这个是适合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发展 为什么大家有做过多元计程车吗 没有哦 我跟你讲多元计程车就是他喜欢开车 可是他不喜欢车子是黄色的 有做过吗 有哦 对 就是他不用七层黄色的 可是他一样可以开计程车 所以他也没有用他的行方在工作 有 他用他的喜好在工作 然后呢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 第一个我结合了我的生活 第二个我结合了我的工作 第三个我结合了我的爱好 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很爱买 我以前呢很爱买买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几乎赚了钱哦 就是从小孩啊买房子缴带款之之外呢 我就是都在买衣服跟保养品 所以我很爱买我买到哦 我在那个梦时代啊是VIP的贵笛 可是啊这件事有为我带来什么财富吗 并没有就是赚到了一些虚荣感 就是啊我常常可以邀客户啊 我带你去梦时代喝咖啡不用钱 就去贵宾斯喝咖啡嘛 就只有这件事 所以有没有很虚荣 真的很虚荣哦 所以呢 再来第二我很爱用 就是我买了之后 我又很喜欢用好的产品 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用好的产品 对不对 LV喜不喜欢 相爱的喜不喜欢 都喜欢嘛 你们一定很喜欢用这么好的产品啊 可是啊有没有很伤的包 对 所以买了一定会犹豫嘛 买完之后回去都会跟自己说一句话说 我今天是中邪的吗 可是你还是买的啊 然后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什么呢 就是贷款或者是卡载这件事情 所以呢以前很爱买很爱用 然后也很爱分享 所以呢我到之后呢我的保养品 我在亚斯兰X用了好多年 那用了好多年呢 我又介绍了好多朋友跟我一起使用 所以这些分享也没有钱赚 没有半点钱赚啊 就是没有 可是还是很爱分享 可是呢就有一堆的同事 跟我一起在使用这个牌子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只是影响在哪一个层次 再来呢我很爱学习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爱多美可以成功的一点小小的关键 就是因为我很爱上课 我觉得上课可以让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可以透过因为我书没有读很多 可是大家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吗 我书没有很多 可是我很爱学习 我会因为我有一个很爱看书的上线 所以我有被他影响到 然后以前会很难 因为我们的彪哥很爱看书嘛 然后所以他常常把看书的心得 会跟我们做分享 然后他会说我建议你看什么书 所以那时候我就慢慢的又养成了一个 喜欢看书的兴趣 然后不管一本书到底有没有读完 我就是会翻 会翻 然后我看到不错的标题 我会就会喜欢买来 看一些看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年 我并不输一个大学生的讲话方式 是因为我透过不断的学习 然后呢在爱多美之后呢 有上课这件事我更喜欢 为什么 因为爱多美的上课是这么的活泼 这么的有趣 然后你不断的在听很多人在见证他的生活 在见证他的成功经验 然后所以呢 我从里面去学到很多我分享的idea 然后我觉得我以前要像他们一样 所以在一开始爱多美一开始落地的时候 我有个梦想 我看到台上黄加拉斯上台在讲成功之路 我就跟大家说 我以后要当黄加拉斯 我要讲成功之路 今天我办到了 我真的办到了 我真的站在这边跟大家讲成功之路 然后这一件事我自己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梦想可以跟你的想法结合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大家想要成就梦想 我们先要做一件事就是成就梦想 你不但要让你自己得到成就之外 你还可以帮助到你周焦周遭所有的人得到成就 那接下来我就用我的相片 跟大家说我在爱多美的故事跟过程 那大家一定以为啊 我一开始就这么漂亮 对不对 其实并没有 这一张呢 是我第一次主持研讨会 就是呢 屏东研讨会 我第一次上台主持 然后那时候呢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以前在保险公司 老实讲 我不是讲师 我也不是主持人 所以大家一定以为 我在保险做这么长的时间 这些应该都是我很熟悉的工作 并没有 这些都是我在爱多美学的 以前我就是简简单单的 想要安安勿勿的过这些生活而已 我没有想太多的东西 所以呢 在爱多美我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 上台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让我的人生 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我有去接受这个挑战 很多的伙伴 有时候我在邀请他说 上去做分享 他跟我说不要 上去帮忙组织 他说不要 以后他就有机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把握机会 有时候机会降临在你身上 这是老天爷对你的一个 的眷顾跟考验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这样的机会 让你的才能 可以在很多人的面前去表现出来 所以在屏东研讨会第一次 那时候有没有像一个爽爽的 欧巴桑 对 然后呢 在七月的时候呢 因为我在六月我勇敢的接受这个任务 所以呢 让公司看到我有一些主持方面的天分 所以呢 七月马上就主持了高雄的研讨会 再来呢 又继续主持了好几次的研讨会 就是高雄研讨会 一直主持了非常有一段时间 再来呢 我又开始到成功学院去做分享 那我觉得学习分享也是让人家成长很快的一件事 有没有很多的经验就是台下想很多上台望光光的事 对 这件事我也有 我也发生过 可是呢 我透过不断的去学习跟去努力 我现在可以把想的东西至少可以记名成可以讲出来 这样帮不帮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高雄不断的就一直在主持着工作 那大家有看到我的变化了吗 从刚刚的这个样子 然后到第二个阶段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接着呢 我到这个样子 像不像明星了 像 对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个明星 我是爱东美的明星 我要有本身的代表 我要把爱东美的产品发扬到世界各地去 我要代表我的伙伴跟我做一样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我的对面 然后再来呢 我又主持了成功学院 然后很荣幸就是有机会主持成功学院 才有机会去跟我们的爸爸造像 就是我们的古爸爸造像 然后呢 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一个丰富的人生 然后给我们带来一份丰富的职业 所以呢 我透过董事长呢 我在这边成就了非常多的事 包含以前呢 我们其他的中心呢 是非常的小 就是要到二楼上课 然后那个楼梯非常的抖 然后呢 到最后 我们竟然在爱东美 我们的中心长 竟然买了一间大中心 所以我们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透过爱东美的实现 然后才可以拥有现在的状况 所以真的要好好地感谢一下爱多美 接下来呢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爱我 就是 接下来呢 我也跟了我的上线去到美国跟加拿大 去做巡回的演讲 然后这件事我觉得以前啊 叫你上去讲一堂课 去到外国 紧不紧张 很紧张 对不对 可是很奇妙的是 那一次我完全没有紧张 而且讲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就只是因为 我有一些分享的经验跟学习的经验 所以我可以把一切分享的那么的自然 同时我觉得出去就像在度假 然后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然后又增加了我对人生的历练 所以接下来呢 比较重要的是就是在去年 我去参加了玫瑰的旅游 那透过玫瑰的旅游 我得到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女儿她终于正式进到 爱多美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做学习了 所以爱多美让我得到的 其实不只是个人成就 她带给我是家谷的认同跟改变 因为这件事他们现在主动学习 主动分享 而且呢他们现在说 除非达到制动型销售大师 否则他们不要结婚 那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很棒的一个磨练的方法 然后我在这边我真的没有逼他们上了我的课程 一切他们都是自愿的 不然你们可以问他们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在爱多美努力了这几年的一些成绩单 就是我透过爱多美的努力 我auto销售大师三十几次 达到钻石大师 我auto钻石大师二十几次 我达到玫瑰大师 我透过玫瑰大师 我继承到演秀俱乐部 然后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断的坚持跟努力去达成的 谢谢 然后最近我都跟伙伴在干一件很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呢 大家想要这个头鞋吗 对我已经把它放在我的梦想法了 上面那个人是谁呢 是我 对那个是两三年之后的我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呢我要先抱着十亿的韩币睡觉 之后我才要存到银行去 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开始在想手势了 到底公司帮我拍的影片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开门 我要怎么走路 我要凭什么手势呢 我现在要开始好好的认真想一下 我到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才会最有气势 然后呢到时候呢 需要有多少人的在那个羡慕的眼光 然后我要打扮成什么样的样子 才可以让人家羡慕 这件事大家想做吗 想 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起规划好不好 好 那这个是最近的就是上个月 我们去参加了那个 是这个月 上个月 这个月 这个月才发生的事 就是我们去韩国参加韩国的灵秀会议 然后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灵秀都穿着那些衣服 有没有 坐在一起 然后拍照 我们是看着他们的身影有没有 这一次我是在照片当中的人 我在照片里面 然后呢 我跟着董事长一起在写我的人生剧本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富足啊 真正的富足应该是随心所欲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然后可以生活的不慌不忙 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支配你的生命 还有去发展你的自我 然后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 然后我觉得在爱多美 我感受到的一切 包含我对整个现在家族对我的认同 就是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因为妈妈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支持我很多 可是他很辛苦 可是他很辛苦 然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 我就一直想着 他在七十岁以前 我一定要让他不要再担心我 然后他今年七十二岁 所以我办得到了 所以跟所有的伙伴一起勉励 希望我们从台湾出发 真的做到全世界 我们大家一起在顶风声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我来万 教练 麻礼 Clinical 他们 前 Reno 让 担 Ans 有